《猎王记下》第三章 犹大王约沙法第十八年 雅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做王 统治以色列 他做王共有十二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只是还不至于像他的父亲和母亲一样 因为他除去了他父亲所做的八立神柱 只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的那些罪 他却坚持不舍,不肯脱离 摩押王米莎是个以畜牧为生的人 他每年进贡十万头绵羊羔和十万头公羊羔给以色列王 雅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 那时,约兰王从撒玛利亚出来 点阅以色列众人 他一面起行,一面派人到尤道王约沙法那里 说,摩押王背叛了我 你肯不肯和我同去攻打摩押呢? 约沙法说 我愿意去 我和你不分彼此 我的人名就像是你的人名 我的马就像是你的马 约沙法问 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 约兰回答 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 于是,以色列王、犹大王和以东王绕道行了七日的路程 军队和随行的牲畜都没有水喝 以色列王说 哎哟,耶和华招聚这三位军王是要把他们交在摩押人的手中 约沙法说 这里不是有一位耶和华的先知吗?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以色列王的一位臣仆说 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 他从前是服侍以利亚的 约沙法说 他必有耶和华的话 于是,以色列王、约沙法和以东王都下到他那里 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 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去问你父亲和你母亲的先知吧 以色列王对他说 不要这样说 耶和华招聚这三位军王 是要把他们交在摩押人手中 以利沙说 我指着我所侍奉永活的万军耶和华启示 若不是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 我根本不会理你 看也不看你 现在,给我找一个情诗来 当情诗弹琴的时候 耶和华的能力就临到他身上 以利沙说 耶和华这样说 要在这山谷到处挖壕沟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虽然没有看见风 也没有看见雨 但这山谷必充满了水 你们和你们的牲畜都可以有水喝 这事在耶和华眼中算是小事 他还要把摩押交在你们手中 你们要攻破所有坚固的城和一切繁华的都市 砍下各种加美的树木 堵塞所有水泉 用石头堆满一切肥沃的田地 到了早上 约在献祭的时候 忽然有水从以东来 遍地就满了水 摩押全国听见这几位军王上来要攻打他们 就着急所有能够穿上武装的 不论老幼到边界上防守 第二天早上 他们起来的时候 太阳照在水上 摩押人从那边看见水 红得像血一样 他们说 这是血啊 一定是那些王互相攻击 自相残杀 现在摩押人啊 去抢掠吧 他们来到以色列营 以色列人起来 击杀摩押人 摩押人就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以色列人就攻进摩押 击杀他们 他们毁坏城市 个人向一切肥沃的田地抛直石头 把田地填满了 又堵塞一切水泉 砍下各种加美的树木 直到吉尔哈列社 只剩下石头 甩石的兵把它包围攻击它 摩押王见战事激烈 无法抵抗 于是带领七百持刀的兵 想要突围到以东王那里 可是不成功 于是他把那要揭续他做王的长子 在城墙上陷为繁迹 以色列人就遭遇极大的愤怒 于是离开他 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M Jobs 静音响